大家好,纽约时报报道,拜登于今年3月份已经批准了一项高度机密的美国核战略计划 该计划首次调整美国的威慑战略,将重点放在中国核武库迅速扩张上 做出转变之际,吴甲道罗认为,未来十年,中国核武库规模多样性将与美国、俄罗斯不相上下 白宫从未宣布拜登以批准这项名为和应用指南的修订版战略 该战略还首次寻求让美国做好准备,应对来自中国、俄罗斯、朝鲜的可能协调的核挑战 这份每四年左右更新一次的文件高度机密,没有电子版,全部只是打印 只有少量打印文件分发给少数的国家安全官员和五角大楼指挥官 越后计分,越来以后立刻销毁,不能留的 在最近的演讲中,两位拜登政府的高官被允许在拜登离任前 向美国国会提交一份详细的机密,非机密通报 以小心谨慎的单据行事,暗示这一变化 今年5月,从美国国防部负责太空政策代理助理部长 这位离职的县麻省理工学院和战略专家纳兰 本月早些时候,再回到学际前说,拜登最近发布了更新版的核武器使用指南 以应对多个拥有核武器的敌手 他补充说,尤其是该版核应用指南考虑到了中国核武库规模和多样性显著增长 今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军控裁军防扩散高级主任瓦迪也得到了这份文件 这是首份详细审查美国是否准备好以核武器、非核武器组合来应对同时或先后爆发核危机 瓦迪表示,这新战略强调同时威慑俄罗斯、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的表情 在过去,美国的敌手们协调和威胁以致战胜美国后库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 但俄罗斯、中国之间正在形成某种伙伴关系 以及朝鲜、伊朗为乌克兰战争向俄罗斯提供的常规武器 从根本上改变了华人的想法 俄罗斯和中国已在一起进行联合军演 根据美国的情报机构 最新的调查确定俄罗斯与朝鲜、伊朗的导弹项目获得了帮助 这份新的文件严阔的提醒,无论谁将于明年1月20日宣誓就任美国新任总统 都将面临一个比三年前更已经改变动荡的核形式 俄总统普京曾多次威胁要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 包括2022年10月的一场危机中 当时拜登的幕僚根据截获的俄军高级主要官之间的对话 担心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上升至50%甚至更高 并通报给了中国 当时中国方面通过习近平向普京明确表达 中国不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 当时习近平明确向普京表达了中国的关切 而且习近平当时还访问了莫斯科 为此拜登和德国英国领导人一起 促使中国印度发表公开声明 表示在乌克兰不应使用核武器 这场危机得以缓解 就是2022年10月的时候 普京已经准备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 至少是暂时缓解 曾被多位共和党总统服务的 前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高官 外交关系委员会名誉主席哈斯 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那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激进化的恶势 在常规冲突中 不会使用核武器的想法 不再是个安全的假设 报导指 第二个重大转变是来自中国的核野心 习近平主席决心废除维持数十年之久的 最低线路核威慑力量战略 以达到或超过华盛顿 莫斯科核武库规模推动下 中国的核扩张速度超过了美国情报官员 两年前的预期 中国的核综合体目前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 今晚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满怀信心的预测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将在两人三次会面后 交出后期 但事实恰恰相反 金正恩加倍努力 乖门淤气 现在朝鲜已经拥有60多枚核武器 而且还拥有制作更多燃料 这种扩张改变了朝鲜所面临的挑战的性质 当朝鲜不仅拥有少量后期 导弹防御系统还能对其形成威胁 但朝鲜扩充后的后库 已迅速接近巴基斯坦和以色列的规模 其规模之大 足以让平壤在理论上与莫斯科、北京协调 对美威胁 它已经不是边缘化了 俄罗斯、莫斯科和北京 可以利用朝鲜对美国形成威胁 莫斯科和北京不用亲自去干你美国 朝鲜就能对你整个第一岛链和美国本土境威胁 我们就当好人就可以了 我们呼吁和平 然后让朝鲜跟你去干 让朝鲜直接威胁 因为朝鲜已经不是小家伙了 朝鲜扩充后的后库 根本不同和环境 改变了美国的战争计划和战略 目前看只是时间问题 纳兰在离开五甲大楼时说 我们有责任看到世界真实的情况 而不是我们希望或盼望的样子 美国现在也对整个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和控制 也在进行着美国重新的评估 可能有一天我们回首往事 会发现冷战后四分之一个世纪是核间歇起 纳兰指出新的挑战是我们的核武敌手之间 确实有可能进行协作 甚至勾结结盟 各自之间不会是过去互相之间威胁 反而中俄朝形成了同盟 来共同对抗美国 目前为止 总统竞选中 美国和战略面临的新挑战 没有成为辩论的话题 拜登在政治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倡导核不扩散 但他从未公开详细谈论过 如何应对威胁中国朝鲜扩张核武户的挑战 目前民主党提名的哈里斯也是如此 哈里斯目前也没有具体的应对方案 今年7月份宣布不再寻求民主党连任提名的前几天 拜登在最近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承认 他已采取了一项政策 设法干预更广泛的中国伙伴关系 那么拜登在当时说 是的 我承认 但我不准备在公开场合谈论其中的细节 他没有提及 也没有被问及中俄伙伴关系 如何改变美国的核战略 自杜鲁门政府以来 美国的核战略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俄罗斯 从解体的苏联手中继承的后裤上 拜登政府的新的指南表明 这一情况正在迅速转变 根据2020年提供给美国国会的一份非机密文件 特朗普政府末期发布的上一份 美国核应用战略报告中提到了中国 但那时在人们了解习贫的野心范围前 上门提到的拜登政府战略突出了这个重点 反映了五角大楼的估计 即中国的核力量在2030年前将扩大超过1000枚核弹 在2035年前扩大1500枚 与俄罗斯美国目前的部署核弹数量 将大致相同 就是实战部署已经上唐的核弹 和俄罗斯和美国是一样的 那官员们说 事实上北京现在似乎已经提前完成了这一计划 并已经开始将核导弹装入商业卫星 三年前就已经发现在新的发射领中 中国发射了可以携带核弹的商业卫星 这是我之前一直在说中国搞这个天宫 每天在美国上面飞 一圈一圈飞 那根本不需要什么 我用导弹发射上去 然后再下来打你 我就在上面 我的天宫 我的卫星 每个卫星可以携带 一枚核弹 那我卫星下了以后 天宫上面携带的导弹 那就可以打你地球上任何一点 你的拦截根本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它是在上面打你 突袭 北京还有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中方现已停止了 与美国就改善核安全和安保问题 进行短暂对话 例如同意就即将进行的核导弹试验 向对方发出警告 或建立热线或其他过程方式 以确保事件事故不升级为核遭遇 去年秋末 就在拜登习近平在加州会面前 美中之间进行了一次讨论 寻求修复两国关系 他们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提到这一会谈 但当时中方已经暗示 其对进一步的讨论不感兴趣 并在今年夏天早些时候表示 相关会谈已经结束 中方引用了美国对台军售的意思 而这些军售早在美中和安全会谈开始前 就已经有先例 美国国务院负责军控威慑和稳定事务的 助理国卿斯托尔特在接受采访时说 中国政府正在积极阻止我们就风险进行对话 相反中方似乎在借鉴俄斯做法 在我们解决双边关系中紧张和挑战之前 他们将选择不继续我们的军控 那么降低风险防扩散对话 斯托尔特指出 防止这些误判和风险的误解的风险 也符合中国的意义 中国现在要完成中国的核武库建设 然后再跟你谈 中国不能因为你对我进行限制 我不发展我自己的核武库 反而被你限制住了 我发展以后三五年以后咱们再谈 你现在拥有核武库 你跟我来谈裁军 我少你多 你虽然裁的很多 但实际上总量还是比我多 我数量很少 我被裁了以后 那就被你完全限制 所以中国未来会达到1500枚以上 实战部署和美国俄罗斯 相同数量以后会和美国展开核军控的谈判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俄罗斯敢用核武器 因为现代核武器和大家想象的那种核武器 会产生大量辐射不同的 俄罗斯对乌克兰使用的核武器 应该是第四代或第五代 也就是中子弹 不是氢弹 也不是最原始的污染非常严重的核弹 像巴基斯坦印度 它还不能进行氢弹实验 也就是说它们还没有氢弹 它们只是核武器 核武器这种核爆 它会有大量放射性和辐射 会污染环境 中子弹就不同 中子弹是更高级的 是第四代第五代 俄罗斯对乌军使用的更多的可能就是 这个低当量的中子弹 这个俄罗斯实际上对当时苏联是有这个能力的 中国也有中子弹能力 中国在90年代中期进行最后的核测试 其实就是测试中子弹 大家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中子弹 中子弹爆炸以后的对环境没有任何污染 比如说你的军车 一旦遭到中子弹打击以后 你的人体组织 因为人的都是大量的水 人的80% 70%都是水 水它的分子结构会受到破坏 那么整个人体会出现什么 痙磷或者叫休克死亡 那这样的话你人死了以后 其他的组织因为没有这种被中子弹袭击 发生 因为不是生物嘛 不会出现这种痙磷或人体 出现这种死亡的情况 那么其他的包括城市建筑物 包括军车全部都是完好的 生物会死亡 那么所有的硬件设施全部完好无损 而且没有污染 你想赖清德就在这个所谓的总统府 赖清德死了 总统府外面一切都安静了 没有人 全是死人 然后解放军就排着队就进了 对吧 赖清德就死在那 赖清德可能坐在那 还天天研究怎么怎么台独呢 赖清德死在那 中子弹 然后台湾还是照样太阳升起降落 土地没有任何核污染 台独就死了 台独分子死了 所以俄罗斯未来 对乌克兰使用可能也就是中子弹 不会有污染 因为这土地人家还要要呢 俄罗斯要用这些土地 这就是中国俄罗斯 还有美国这些核大国 为什么拥有一票否决权 为什么联合国五个战争是国 这五个国家能掌控 因为人家有毁灭地球能力 清淡只有这五个国家有 其他那些雍和国家 什么朝鲜 印度巴基斯坦 他没有清淡 清淡往上再升级中子弹 那这些国家见都没见过 连清淡都造不出来 更别说这个中子弹 这就是核武库 中国拥有 千万不要小看中国的核 整个的核能力 那么现在中国把整个核能力升级 包括最新的现在这个 美国的卫星也显示 在罗伯伯 中国方面一号二号空洞 已经做好了核实验的准备 这只要习近平一行令下 那下不就可以做了 美俄也在积极的准备 甚至美国已经做了这个临界实验了 最后没有报 但实际上在临界点 在临界那一刻停止了 就美国已经在做核实验了 临界实验 中国和俄罗斯未来也在积极做这个 谁都不能慢 因为你未来还要升级到六代 甚至现在我听说核武器还有第七代 现在是预言阶段 在想象中 我看了俄罗斯的报告 七代核武器绝对超乎所有 包括地方台湾台独分子的想象 七代核武器 对地球的毁灭超乎你的想象 你可以想象这些拥合国家 它的能力 为什么人家有一票否决 为什么大家能坐在这谈 不谈大家走了 那联合国不存在了 地球又会毁灭 为什么要这个国家一定要坐在这 一定要让中国俄罗斯美国 这五个国家 一定要在联合国来领导这个世界 因为哪个国家都能毁灭这个世界 为什么日本天天想进联合国 当五个常理事国 没人屌他 这你就明白了 只有你有毁灭地球的能力 你才有否决权 那你看现在美国的意思是什么 就中国在扩大核武库 而且美国把对苏联 前苏联核武库的威胁 已经转向了中国 未来中俄还有朝鲜可能会进行合作 就各方来协调 把各自的核武库合在一起 来应对美国 那基本上就说明 中俄还有朝鲜是一种结盟状态 你看现在的勘察家半岛 中国的这个轰溜 还有图九五 那都是可以携带核武器的 而且可以携带清弹中子弹的 对中子弹如果投射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周边地区 美国加州老百姓就直接就死在家里边了 加利福尼亚就一切安静了 重子弹在加利福尼亚周边爆炸的话 都不是氢弹不毁灭你所有的建筑 那是什么景象呢 那为什么轰六去啊 为什么图九五去啊 看不懂吗 不就中俄在进行核武器投射的联合演习吗 那美国突然发现 原来所有这些国家的核武器 和大国的核武器 可能会联合的一起来攻击我美国 所以美国总统拜登 他在办公桌上就拥有了一份报告 我一直在讲 美国现在的战略 最重要的核心是不能让中俄联盟 那从这份报告也可以看 美国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中国在核武器上面 和朝鲜有合作 而且朝鲜的核武器可以威胁到美国 威胁到美国的第一岛链 甚至到夏威夷 或者美国本土了 那中俄就可以在核战略上 对美国形成优势 那美国在东亚 对中俄就不可能有任何行动了 台湾 第一岛链 什么菲律宾 什么澳大利亚 美国能管的事就少了 所以核战略才是中国美国对抗 还有中俄 这种合作 让美国最担心的地方 核战略力量合作 我一直在讲 现在实际上欧亚大陆最重要的是和平 那么有了核战略力量的稳定 就是中俄之间这种合作 阻止了美国对欧亚大陆的碎片化 美国过去的崛起 其实就靠着碎片化欧亚大陆 一战二战 崛起了欧亚大陆 发生世界大战 战后的利益 它来控制这个世界 就把欧亚大陆变成殖民地 每次都通过美元 潮汐来收割这个世界 让美国赚的盆满不满 让美国控制所有世界的公司 他成大股东 你们来劳动 人家把钱赚走 你看那个三星就是 你记住啊 当年美国人买三星的时候 八毛钱买下三星 每一股八毛 你看现在三星股价多少 就打了0.08折 0.08 八毛钱买到手 那是什么收割 你看看现在三星给美国 每年带来多少收入 所以美国用美元在收割欧亚大陆 你们战争 你们破产 我来收割你 但是因为有了核武器 因为有了中俄 世界大战不可能发生 不能打世界大战 美国能收割的对象就少了 那么欧亚大陆有和平 有了发展 美国他一定被欧亚大陆超越 所以这是我一直在强调 美国试爆了世界第一颗核弹 结果美国的世界霸权 也就此终结了 因为他不能对欧亚大陆 再进行碎片化 再进行各种各样的挑拨离间 使各国发生战争 你看美国核爆以后 为什么很多美国的核科学家 带着很多秘密去了苏联 一定要让苏联也拥有后期 一定要让欧洲 中国也拥有后期 这就为什么世界上 美国核爆以后 很多的科学家 对美国这种核战略不满 因为你单独拥有后期以后 你就可以对其他国家使用后期 那反而其他国家都拥有后期以后 你反而不应该使用 你像法国也有后期 俄罗斯中国英国也有后期 你反而核武器 你就不是你自己单独使用 你反而维护着世界的和平 当时的很多科学家 脑子里和我现在想的是一样的 就是阻止世界再发生世界大战 这个核武器国家都在欧亚大陆 有一个是北美 那么也就是说 欧亚大陆未来发生核大战 发生世界大战可能性很低 大家都能毁灭世界 反而欧亚大陆长时间维持了一个 百年的稳定 没有发生世界大战 欧亚大陆反而进行发展 美国虽然获得了二战利益 但是美国再想挑动欧亚大陆 已经进入一个倒计时 它的整体的国力会被向中国 向欧亚大陆其他国家的崛起超越 所以核力量对美国来说 既是美国崛起的一个标志 也是美国走向失败 走向地缘政治 这个死胡同 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也就是核武器的出现 让美国不可能对欧亚大陆 再进行干预 所以它现在你看到 对俄罗斯想要进行围堵 也是失败 在俄乌战场 它不可能肢解掉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有核武器 就算利用乌克兰 俄罗斯长期消耗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也不会影响到俄罗斯整体的稳定 所以实际上你看到 拜登民主党这些人 面对核武器国家 拥核国家 他们的能力的涌现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欧亚大陆的稳定 中俄的稳定 能保证欧亚大陆的长期发展 有了长期的发展 欧亚大陆一定超越北美 人类的财富 人类的文明 重新回到欧亚大陆